第一个问题 问您 试跳员好找对象吗 说这个职业 是不是太危险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他们找对象 确实不是太容易 因为出差太多了 平均在200多天以上 最长的都突破300天 一年就365天 对 就是一直不在家 一直出差 还不光是危险的问题 关键是就是不着家 所以现在您队里的95后 还担着身吗 担着98后还在担着呢 担好几个呢 担了六七个呢兄弟 没招啊 那您这作为领导 也得关心年轻人的这个 你让中央店来给争个份 如果让您推荐一下 自己队里的年轻人 您会用什么样的说法 让姑娘们认识到 您手下的这些小伙子 有多优秀 推荐我的哥们的话 就是 勇敢 帅气 专一 勇敢 帅气 专一 单纯 单纯 你想想 一个时刻 为了别人的生命安全 可以去 付出巨大的代价 甚至是冒险 去尝试的人 对 这种责任感 是吧 很强 是很强 对 如果有眼光的姑娘 我建议 这么好的小伙子 不要轻易错过 当然 也看缘分 搞不好哪天 一个小伙子 直接落到你们家 这事不用考虑 直接成了 这是上天安排的 老 soldier